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在前面好幾期視頻當中 我曾經都講過一個同樣一個觀點 就是這一次疫情危機極有可能被習近平利用起來 成為他加強集權專制的一個契機 加強他個人獨裁的一個契機 他怎麼樣加強呢?就是實行戰時狀態 實行軍事管制 那麼現在這個過程就真的已經開始了 現在湖北的有三個地方已經率先開始 宣佈進入戰爭狀態 實行戰時管制,就是軍事管制 那這個軍事管制有三個要件、要素 第一個就是限制自由 無論是這個地區的老百姓還是他的官員 甚至是他的維穩機構,現在大家都沒有自由了 你們不能隨便說,隨便走動 現在張灣區的宣佈戰時狀態的文件 已經流露出來了,說所有的老百姓 你們都得待在家裡面,沒有特殊的理由 沒有特殊的許可不准上街 一旦上街,看見了馬上抓捕 那麼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夠隨意的出入的話 那麼他們的生活怎麼辦呢? 由國家來供給,國家來保障你們的生活必需品 這就是經濟上的配給制 那麼除這兩個之外還有一個要素 那是在這個文件當中看不出來的 就是所有的這些動作後面都是由軍方來督戰的 都是由按照軍方的意志來執行的 也就是說你這個地區一旦實行戰時狀態之後 最高的指揮者是這個地方的軍事指揮者 不是你這個平時的市長、縣長 而是所有的這些警察、所有的官僚系統 所有的維穩體系都必須最後遵照軍事首腦的命令來行事 這就是軍管 過去這幾天有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想 說是為什麼要從張灣區還有大悟縣 還有雲夢縣這三個小地方來開始實施軍管 因為這三個小地方要論經濟上、政治上的重要性 那還不如湖北的其他的那些中等城市 那如果是要按這個疫情的嚴重程度來講 它也不如武漢和武漢周邊的幾個城市 比如說像黃港還有孝港 為什麼這三個城市它要在這地方搞軍管 那我就這個問題去請教了一個體制內的 國內的一個體制內的朋友 這個朋友職位不高 但是特別喜歡收集情況琢磨問題 是個奇才 他對中共的這個黨政軍情這些系統的運作 那真是了如指掌 我不是說他掌握所有的情報 那是不可能的 是對他運作的這個機制是掌握的了如指掌 那他就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說你看一看這個第十五軍是住在哪裡 將來如果有事的話 他們會往哪個地方撤 真是一語點醒夢中人 那整個問題就解決了豁然開朗 那所以說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的這些觀點這些感想 關於第十五軍的 關於政變兵變的這個感想 那第十五軍呢 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中共軍隊裡面的84個軍事單位裡面的 那軍籍單位裡面的其中的一個 但是他和其他83個不一樣 那他有他獨特的特點 什麼特點呢 第一個呢 就是他是空降兵 他名稱就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空降兵軍 過去呢 他的名稱是空降兵第十五軍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還是把他叫做第十五軍 那麼這個軍呢 因為他是空降兵 所以他的機動作戰的能力特別強 能夠在一兩個小時之內 能夠到達全國任何地方參與作戰 機動能力特別強 那第二個呢 是他的這個武器特別的精良 在中國的軍隊裡面呢 武器配備算是最精良的 比如說每一個士兵他們都配備有最好的這個自動步槍 還有其他的一些這個軍事設施 還有他的這個聯隊 配備有最好的這個輕型坦克 而這些輕型坦克還有裝甲車 還有這個越野戰車 那麼這一些這個裝甲車戰車 他是可以通過這個運輸機 大型的運輸機直接把他運到戰場的 所以說既快又狠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他們單兵作戰的能力是最強的 這是十五軍的他們這些士兵和軍官裡面 感覺到最自豪的 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可以參與作戰的 從軍長一直到底下的新兵 在訓練幾個月之後啊 都是可以投入作戰的 都是可以從天而降 跳傘的都是好手 而且單兵作戰的能力 那是受到過嚴格的訓練 所以可以說整個軍都算是一個特種部隊的一個兵種 而這個軍裡面還有一個特種旅 這個特種旅呢 那就是跟美國的這個海豹隊一樣的 他是這個特種兵當中的特種兵 他戰鬥力是最強的 單兵戰鬥力 小團隊的這個戰鬥力 那是最強的 因為這個軍隊啊 他有這麼一個特點 所以說他是被中共 當作一個王牌軍來使用的 他不是普通的這個軍事單位 而是只屬於這個中央軍委指揮的一個戰略預備隊 其他的這個軍區 其他的戰區都沒有權力指揮他調度他的 只有中央軍委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能夠調動他 所以說這是由習近平直接控制的一支軍隊 對這支軍隊他是特別的重要 對習近平是特別的重要 作為中共的最高統治者 習近平必須得控制的軍隊他有三支 他直接指揮的軍隊有三支 第一支就是中央警衛局 在毛澤東時代叫做8341部隊 這一支部隊就是最高領導人的清兵 這就像清朝的時候的所謂的大內侍衛、帶刀侍衛 那是這批直接保護習近平的 和其他的中央領導人的這樣的一支部隊 那麼第二支部隊就是北京衛戍區 這就相當於過去的禁衛軍 保衛軍師的這樣的一支軍隊 這兩支軍隊都是防守性的 不讓別人來傷害到北京 傷害到中央的這些大頭目 是防衛性的 那麼還有一支就是第15軍 空降兵第15軍 這支軍隊是進攻性的 他可以威懾到全國所有其他地方 這麼廣大地域上面的那些地方上的官僚 地方上面的軍隊 你不服誰 我這支軍隊馬上就去打你 比如說你在雲南過去是天高皇帝遠 你有可能就造反 但是現在有了這一支空降兵 你要想造反 我馬上在兩個小時之內就能夠把這個兵力投入戰鬥 去消滅你 天高了 但是皇帝不遠 離你只有兩個小時 所以這支軍隊 他就是起到的是這樣的一個戰略進攻的 戰略威懾的作用 有些人過去說這支軍隊主要是用來對付台灣的 將來武統台灣的時候 這支軍隊先降落到台灣 從天而降把台灣島內整個搞亂了 然後這個大部隊源源不絕渡海而來 內外夾攻就把台灣拿下了 那這種說法現在想起來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如果他主要的目的是針對台灣的話 那麼他的駐地應當會離台灣比較近的地方 比如說福建或者是廣東的這個東部 或者是浙江的南部 因為這些地方離台灣很近 他可以迅速的到達台灣 你作為一個這個突擊部隊 你一定要能夠攻其不備 你如果是在武漢周圍這些地區 湖北的這些地區駐軍 你三萬人大部隊進發的時候 向台灣進發的時候 人家美國的這個軍事衛星 早就把你看得一清二楚 早就給台灣預警了 台灣這邊嚴陣以待 那麼你突襲成功的機會就減少了很多 如果是你佈置在福建沿海那麼你渡海去台灣 可能只需要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 這個飛機越過海峽只需要十幾二十分鐘的時間 那麼這個突襲的效果就會好得多 所以說這支軍隊當然他將來如果是台海有戰士的話 他一定會參戰 但是他建軍的主要的目的還不在於威懾台灣 而是威懾中國其他廣大地方上面的 那些地方上的政府地方上的軍事單位 讓他們不敢亂動 隨時我都可以來打理 大家來看一看地圖就知道了 第15軍它是駐紮在孝桿 孝桿是湖北的一個地級市 它下面有好幾個縣 那孝桿是在武漢的北部 離武漢大概幾十上百公里的距離 湖北幾乎是在中國的人口密集地區的正中心 傳統中國地區的正中心 除了離新疆和東北比較遠一點之外 到其他的任何地區都是一兩個小時飛機的距離 所以說他在這個地方駐紮 可以對其他任何地方的諸侯 這些軍區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威懾力 我隨時都可以去突襲你 你如果想叛變 想搞政變兵變 我隨時都可以去突襲你 這就是這支部隊的主要的使命 這也是這支部隊 為什麼他一定要直屬習近平領導 一定要直屬中央其他的戰區其他的軍區都沒有權力 插手這支部隊的管理和調動 指揮作戰其他的全部都不行 所以這支部隊對習近平來講特別的重要 所以說他不能夠生病 這支部隊如果是被傳染了這一次的這個疾病了 那麼他的戰鬥力當然就會下降 你即使是你有要醫 但是每一個療程也要個半個月甚至是更長的時間 那如果是這支軍隊裡面瘟疫大流行 那麼最後就會對這個戰鬥力形成極大的損傷 尤其是在這個軍營裡面的士兵和士兵之間的 他的這個相互之間的這個距離是非常小的 大家摸爬滾打是天天在一起的 那一個人得病就會連帶著一大批人得病 那麼這個軍隊就沒辦法打仗了 前些天就傳出來說 校感的這個第15軍裡面已經有人受了感染 引起了整個連隊200多人全部被隔離 如果是這種狀況繼續發生下去 那習近平那是坐立不安 那習近平甚至可以說他的末日就到了 因為其他地區現在在這種這個疫情的情況下 對習近平極度的不滿 大家都知道這一次他是罪魁禍首 習近平的這個威望已經降到了冰點 已經降到了零 那麼這個時候是他的這個政變兵變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所以說習近平現在這個時候 極度的依賴有這麼一支軍隊 去威懾那些可能的潛在的反叛者 這支軍隊不能夠生病 所以說他要做到這個極度的最高級別的防疫 來保障這支軍隊是健康的 那麼怎麼樣保障呢 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大悟和雲夢這兩個縣 實行軍事管制 讓這兩個地區的老百姓都比較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這兩個地區是這個第15軍的 後勤供應的基地 第15軍的這個吃的肉蛋奶呀 還有這些蔬菜呀水果 主要是從這兩個地區來的 那麼現在整個軍隊他和銀防和外面的這個老百姓 都已經不接觸了 其他的這個感染的這個途徑呢 已經被隔絕了 但是呢 只有一個途徑呢 你隔絕不了 人比你老百姓呢 必須得跟你這個送上這些食品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就有可能有接觸 那麼只要有一個人通過這種接觸犯了病了 比如說這個部隊的廚師 他如果是犯了病了 那麼他就會把這個病毒迅速的擴散到整個軍營裡面 所以這個對習近平來講是不能的 所以他要做到最大的努力 讓這個唯一的傳染源把他給切斷 那就是讓整個地區實行軍事管制 讓整個地區的病人絕對不可能 再繼續往外擴散 保證他這個供貨的這幾個人 他們是安全的 他們是沒有病毒的 那麼在這個時候他就可以放心了 這就是為什麼要在大悟和雲夢實行軍管 因為他是15軍的後勤供應基地 那麼為什麼要在這個實驗的張家灣實行軍管呢 那就是如果說萬一大悟和雲夢這兩個地區都不能夠保障了 最後還是引起了大規模的感染 因為現在這個感染源 都不清楚 還有這個感染的途徑都不清楚 傳染性有多強不清楚 潛伏氣有多長都不清楚 那麼最壞的情況下 那整個的大悟和雲夢都已經被這個疫情所攻陷了 那怎麼辦呢 那就要考慮到往山裡面撤 那麼往山裡面撤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往北部的這個山裡面 就是在校感北部在湖北和河南之間有一個山區 因當是搭別山 山區可以防疫的工作就比較好做一點 但是這個離信陽比較近 信陽內也有一個大的軍分區 人數比這個第15軍還要多 這個軍分區是陸軍的單位有一些重武器 萬一是如果是這個軍分區也不可靠 那打起來了15軍在真正的野戰的場合 他們可能不見得打得過這個信陽軍分區 因為那個軍分區他有重型武器 而15軍他作為一支突襲部隊 他只有輕型武器 他突襲別人可以成功 如果是別人在政治規的戰場上來打他 他就不一定有勝算 所以說這個15軍他一定要遠離其他的這些軍事單位 以免被別人給突襲 那麼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藏的就是實驗 因為實驗他是湖北離陝西最近的地方 而陝西是對於習近平比較忠誠的一個地方 第二個就是實驗他這個西部是一片山區 在那個裡面過去也有一些所謂的三線工廠 三線工廠搬出了之後很多的這個樓房 很多的設施現在都是控制的 那麼這些都可以作為15軍的臨時的軍營 所以說那個地方是15軍撤退的一個最好的地方 而且那地方是山區 是最適合空降兵他們作戰的 你即使是其他的地方湖北的 整個湖北都已經發生兵變了 要想進攻那個地方還是相當不容易的 所以說那個地方是15軍最好的一個退路 這就是為什麼他要在這三個地方實行軍事管制 那麼大家可能會問說既然這個15軍這麼厲害 他這個對全國各地的這些諸侯的威懾力這麼強 那是不是其他的人都不敢搞政變兵變的呢 那也不一定 因為一支軍隊他的戰鬥力再強 如果他的情報系統是失靈的 他也這個打不了勝仗 就像一個人你武功再高強但是你如果眼睛瞎了 那麼即使是一個武功比你差很多的人都能夠把你打敗 所以說情報系統在戰爭當中 在政變兵變當中都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而習近平呢現在對這個情報系統的掌控 那是不全面的 還有很多很多的情報系統是掌控在反習派人士的手上 而這些反習派人士如果要把他運用起來的話 他就可以把15軍的戰鬥力給他大打折扣 打個比方說如果是廣東現在宣佈獨立了 宣佈不聽中央的了造反了 那麼這個時候如果15軍要想到達廣東 那是非常快的非常簡單 但是到達廣東之後他一定要找到那個反叛的頭目 把他抓獲歸案那才行 或者是把他擊斃那才行 但是他要抓到那就需要情報的配合 如果這個反叛的頭目他已經離開了 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 那你要去想抓他那就相當的不容易 而廣東本地也有一些武裝 比如說廣東的這個警察加起來都有六七萬人 還有本地的還有一些駐紮的武警 還有廣東軍區 所以說政變兵變 即使是在15軍的威懾之下 也是可以發生的 只要大家做好了準備就行 主要是大家把情報工作做好了 把聯絡工作做好了就行 一個省一開始其他的省紛紛響應 就像當年的武昌起義的時候 一起義長江中下游 整個南方15省宣佈獨立 那麼大清朝就垮了 那將來也是同樣如此 等到這個疫情的後期 或者是疫情結束 剛剛結束的時候 那麼一旦開始問責了 那麼這整個的政變兵變 在全國的局勢就有可能展開 那個時候中國就有可能 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好那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再見